欢迎回来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啊 第一节的话呢 是讲到这个从业资格啊 讲到是从业资格 那么在大纲里面呢 从事证券业务的 专业人员这个范围呢 是要求大家做到了解 就是告诉大家 什么样的人称之为 叫做从业人员 专业从事这个 专业人员从事证券业务的 资格条件啊 这个虽然是了解 但是这个在每次考试当中 都会考到啊 所以这个呢 我是要求大家做到掌握的 从业人员申请职业证书的条件和程序 大家做到熟悉就可以 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 这个做到了解 违反从业人员资格管理相关规定的 法律责任做到熟悉 然后经济业务的营销人员 职业资格的管理的有关规定 这个是要大家做到掌握的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人员 从业资格管理的有关规定 是要求大家做到掌握的 然后投资资讯人员的分类和这个 从业资格管理的有关规定 做到掌握 这个是在每次考试当中必考的东西 这一块是每次必考的东西 投资顾问的注册登记的要求 要求大家掌握 分析师的注册登记呢 这个是要求大家掌握的 还有呢 因为其实投资顾问和分析师的注册登记的 要求其实基本上都差不多 基本上都差不多 保健代表人的资格管理规定呢 要求大家熟悉 客户资产管理业务投资主办人 这个投资主办人指的是 相当于资产管理业务当中的 一个这个相当于基金当中的基金经理 这么一个职务 然后呢 他的职业注册的有关要求 要求大家掌握的 这个呢 也是常考的内容 财务顾问主办人应当具备的条件 这个要求大家做到熟悉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个先讲到这个从业资格 从事证券业务的专业人员的范围 在证券从业资格 这个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办法规定当中 依法从事证券业务的机构中 从事证券业务的专业人员 应当取得从业资格和职业证书 那么这个其实是在2008年的 下半年的时候 做出的这样的规定 然后呢是要求在2008年的12月份开始 所有的从业人员必须是持证上岗 那么在这之前的话呢 这个考试是有的 只不过说没有强制要求 说一定要持证上岗 那么证券公司原来很多的一些老牌的经纪人 就是从90年代开始就干起来的 一些老牌的经纪人 他们岁数可能又会比较大一些 那因此呢 就给他们如果说他们没有通过这个考试的话呢 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会可能会给你提薪留职啊 就你在公司的这个职位我给你留着 但是你的薪水我给你暂停发放 等到什么时候取得资格证书了 那么什么时候呢 我再给你补发你这个应得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薪酬啊 停薪留职 好 但是从业资格原来其实是要考两本书的嘛 对吧 基础是一本 然后呢 在这个交易啊 基金啊 分析啊 和成效啊 四本里面任意的选取一本才有这个上岗资格 那于是呢 这个考试当时来讲相对会比较难一些 那所以就又出了一个 在2008年的时候出了一个经纪人的这个考试 经纪人考试相对来讲会比这个考试要简单很多啊 那就是帮助这些人去通过考试 所以他会有一个过渡期 因此我们在协会上面看到有什么早期的什么经纪人的资格考试啊 呃 其实那个现在这个考试是没有了啊 早就没有了 呃 那只是一个过渡期的一个产物啊 是帮助原来老牌的经纪人能够尽快这个执政上岗的 所以以前考过这个经纪人资格的这些人呢 他们是证书是有的 但是后来不再举行经纪人的这个资格考试了啊 那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所有从业人员必须去持证上岗 那么在这些机构啊 从事这个证券业务的这些机构的人员 机构指的是什么呢 证券公司的人员 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托管机构 基金销售机构的这些人员 都需要有这个从业资格 呃 其实这个法法条的话呢 应该来讲还没有做到最完善 因为他呃 主要为是为什么原因呢 主要是因为说现在基金业协会和原来的证券业协会 其实原来没有基金业协会 他是合并在证券业协会的 基金也是规证券业协会来管理的啊 那因此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托管机构 也要取得证券这个业务的从业人员资格呢 现在其实是不需要了 现在的话呢 基金业协会单独分离出来 你要取得基金从业的资格就可以了 原来基金的从业资格和证券的从业资格 它是放在一起的 你考过一门这个证券基础 然后呢再考一门证券投资基金 这两本书放在一起 那么你既可以做基金的业务 同时也有证券从业资格啊 所以这个法条 它因为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那因此呢 我们感觉好像有一点怪怪的啊 这个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它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问题 而第三个投资咨询的机构 因为要做投资咨询的话呢 必须要持有这个投资咨询的资格 那么它的从业资格 就不是一般的从业资格了 要有分析的那个资格 或者是投资顾问的资格 还有是资信停估机构 以及规定的其他的业务的机构 从事证券业务专业人员 是指着哪一些人啊 属于这个需要持证的这些的 证券公司中 从事自营业务 经济业务 成销业务 投资咨询业务 受托管理资产等业务的专业人员 包括相关业务部门的管理人员 那这些的话呢 都是属于从业人员 那基金管理公司的话 从事基金销售研究分析啊 还有投资管理交易 等这一些负责基金的这个 宣传推销咨询等业务的专业人员 那么第二条呢 也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 那原来呢 基金也有专门的一个基金的销售资格 那个是基金业协会 从证券业协会给他分立出来的时候呢 然后举办了一次叫做基金销售资格的考试 那个也是相对来讲会比较 比较容易比较简单一些 然后那个考试设立完了以后呢 就可以从事相关的基金的销售资格 现在基金这个管理公司 基金托管机构的这些人员 相关的人员 他只要考取这个基金的这个从业资格 就可以了啊 不再需要考取证券从业资格了 所以这条的话 其实已经是过时的条款了 但是法律没有发生变化啊 法律这个条款没有发生变化 他没有再进行修订 那所以呢 这条还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啊 但是呢 在实际运用过程当中 这条已经没有了啊 已经没有了 他不是证券业务 是基金业务了 第三个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当中 从事从事这个投资咨询业务的 专业人员 专业的管理人员 第四个 证券资讯评估机构 从事资讯评估业务的人员 和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人员啊 那其实在证券公司啊 在证券公司里面啊 只有两个两两个工种是不需要这个从业资格的 其他所有的你只要是这个跟证券公司签订合同的人都需要有从业资格 都需要有从业资格 只有两个工种人员是不需要的 第一个是保安 第二个是保洁 就这两个是不需要的 其他的人包括你前台的开港开护港 哪怕你是在证券公司里面只是负责做招聘 做这个薪酬 然后做行政啊 等等做这些业务的人也不需要 也不需要 中国证券业协会负责从业人员的资格考试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还有职业证书的发放和注册登记的工作 其实职业证书的发放 是电子化的发放 不是给你实体的东西啊 中国证券业协会 那个证监会呢 会对协会有关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工作 要进行指导和这个监督 第二个呢 是专业人员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条件 那个首先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是类别啊 证券从业资格考试的这个测试呢 划分为一般的从业资格考试和专校业务的资格考试 以及管理类的资格一共三种啊 那么这三种在组合选择题当中会出现 会出现 一般从业资格的话呢 就是入门级的考试 像我们这个金融市场基础知识和这个基本的这个法律法规啊 那个这两门考试架在一起属于入门级别的考试 那主要面向的是即将进入这个证券行业的这些从业人员 具体测试的话呢 考试是否具备从业人员资格所需的专业的基础知识 掌握基本的证券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的要求 专项的考试的话呢 就是专业资格的考试 面向这个已经进入证券从业的人员 主要测试考生是否这个具备从事证券业务的专业人员 履行法定的职责所必备的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专业操守 那么平时我们所说的这个投资顾问啊 还有这个分析师啊 就是发布研究报告方向 那么这个呢 是讲到更多的是一些研究方向的 这个专业类的这个考试啊 那你要从事这个业务的话呢 你必须在这个行业里面 从业两年 从业两年 然后你才能去申请这个资格 同时你要参加他的这个考试 要考试通过以后才可以去申请啊 而且对你的学历要求是至少是本科技艺上 那因此呢 嗯 他是面对从业人员的 已经从业的人员的 但是他不影响你考试 就你只要就是岁数满了 就是符合考试条件的 参加考试是没有问题的 哪怕你从来没在证券行业工作过 你去参加这个考试 他是允许的 但是你如果要申请这个职业牌照的话 那你必须要在行业里面有工作经验啊 才可以 而且你的学历要达标 管理类资格的考试呢 就是管理资质的考试面向呢 是你任证券经营机构的高管 主要测试考试人是否掌握在机构旅行 经营管理职责必备的管理流程和管理的标准 那这个高管考试的话呢 还会有面谈呢 要被关到小黑屋里面去面谈的啊 证券公司营业部的老总是都要去参加这样的考试的啊 他不仅仅是书面的这种考试啊 第二个呢是讲科目啊 入门级别的考试包括了证券市场呢 这个基本法律法 国立还有金融市场的基础知识 各专业资格考试 是相应的考试科目一门啊 保险代表人胜任能力的考试 证券分析师胜任能力考试和证券投资顾问胜任能力考试 分别对应的是投资银行业务 投行业务其实这边对应的就是保险代表人资格 发布证券研究报告的业务 还有证券投资顾问的业务 那其实原来有考过那个发行成效的话和这个是可以抵的 而且原来考过证券投资分析的啊 就是老老很老的那个版本 五门课的时候考过投资分析的 那么像发布研究报告和证券投资顾问业务 就相当于这两个业务的资格你都有了 但是这两个业务只能申请一个啊 就是呃你要是申请投资顾问和申请这个证券分析师 也发布研究报告方向的 你这两个在证券公司里面 就是这两个职务你只能选择一个 不能两个同时接任的 各管理资质考试的考试科目军设一门啊 分别为证券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资质测试 证券评级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这个测试 还有合规管理人员的胜任力的这个测试啊 合格的标准啊 入门级的考试呢 注重考察必须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的法律法规 专业资格考试突出考察必备的业务流程 业务标准和业务技能 管理资质测试集中考察的是法定的管理流程和管理的这个标准 这了解一下就可以 合格成绩有效期啊 入门考试的成绩是长期有效的 考生取得专业资格考试成和这个合格成绩后 每年参加完成协会组织的相应业务的培训 为按要求完成培训的成绩就不再有效 它的合格成绩就不再有效啊 所以你要可以去 也就是说如果未来你还要再去做这个行业的中间你有断掉过啊 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完成业务的这个培训啊 就是你中间没有参加培训啊 如果呢你还想再继续去做这件事情 你曾经考过时的怎么办呢 只要补你的这个业务培训流程就可能 一般公司都会给你补的 就不会让你再去考试了啊 都会直接给你补一个业务培训就可以了 呃所以这种没有按叫按要求去完成相应业务培训这种 可能性几乎来讲是很小的很小的 第三个管理自治的合格成绩有效期是三年 三年 第五个报名条件年晚18周岁 具有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都可以报名参加这个入门的考试 入门考试合格都可以参加这个专业资格考试 和管理资质的这个测试啊 但是他是可以参加这个考试啊 但是在申请职业资格的时候 高中可能就不够了啊 就不多 第三个从业人员申请 职业证书的条件和程序啊 这个从业人员申请职业资格证书的话呢 是已经被机构聘用了 我们看到这边是个职业证书啊 考取这考过考试了 这个考试通过的话 你是拥有了从业资格的证书 但是真正的进入到行业去工作 那你要去申请这个职业资格证书 最近三年没有受到过刑事处罚 因为违法违规行为被开除的证券交易所等这一些机构的这个从业人员啊 不得招聘为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 第四个 未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证券市场的进入者 或者已过进入期的 第五 这个进入期 其实有的人曾经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 他是有过污点的 那么这个污点的话呢 他呃 比如说已经被 就是他分成三档啊 有这个三个档啊 那么最长的话呢 应该是你终身这个禁止进入这个行业 那么短的话呢 也有三到五年的这个时间啊 他会分这个级别啊 根据你的这个犯罪的这个程度 或者污点的这个程度啊 然后呢 来给你进行评判的 如果说是被这个认定为市场进入者啊 或者说这个已经过了这个 还没有过进入期啊 因为他就未被 或者是已过进入期的 那么这个是可以从业的 如果没有过进入期的 那么就是不能从业 比如说我规定你是三三年的 三年进入 那你现在才到才才两年啊 没到三年 没满三年了 那么就不可以了 那品行端正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这个品行端正和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这个只是一个定性的一个一个一个讲法啊 他没办法定量 就比如说什么叫平行端正 什么叫做良好的职业道德 有没有一二三四五六七条来评判和衡量的啊 这个倒没有啊 这个倒没有啊 所以呢 这种表述一般就是人者兼人 职者兼职对吧 他不是一个量化的东西啊 那第六个的话呢 是兜地条款 申请职业证券投资咨询 以及证券资讯评估业务的 申请人呢 应当具备证券的专业知识 和从事证券业务 或服务业务要两年以上 看到这个我们之前有讲到过对吧 这必须要有两年以上的这个工作经验才可以 从业人员申请职业证书的程序啊 职业证书的申请通过协会职业证书管理系统进行 在机构要提交下列的申请内容啊 要职业申请的这个证书的申请表 身份证的封印件 学历的这个证明的封印件 协会规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材料 职业证书的申请的程序啊 申请人登录证券 这个协会职业证书的管理系统 填写职业证书的申请表 连同打印的书面申请 及这个规定其他的申请材料 要提供所提交给所在的机构 机构资格管理员 对这个职业证书申请表呢 进行初审并确认 书面申请表呢 由机构保管来备查 电子申请表的话呢 是提交协会 协会对机构提交的职业证书的申请表 进行审核 必要是可以要求机构提交书面申请表 及有关的这个证明材料 然后协会再受到完整申请材料 三十日内和审核完毕啊 那 那这个呢 其实都是这个 他申请的一个程序啊 因为原来我其实是做过这个 就是 叫资格管理员 资格管理员 我曾经做过这个这个活 但是我是只是代理做的啊 只是代理做的 我在证券公司的时候呢 其实 只要有新的员工入职进来 入职进来以后 他没有办法开始展业 因为他还没有资格证书对吧 那我会把它的相应的材料 通过扫描的键的方式啊 比如说你的学习证明啊 还有呢 这个你的一些基本的资料填写完了以后 扫描键的方式 我会统一提交给这个通过我的一个系统啊 通过一个公司的一个机构的系统 然后呢 直接提交给协会啊 然后协会根据你提交的内容呢 他会给每一个你申请的这些人啊 每一个人啊 他会给你一个用户名和密码啊 然后呢 他会转到我这边来 然后我把这些任户名和密码 会分配给这些相对应的这些人 然后这些人凭借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 登陆到那个网站啊 他的这个资格管理系统的这个网站 登陆进去以后呢 然后在上面有好多页的那个申请 他在里面会把所有的 他自己的资料填写完 但是填写完了以后呢 他其实是不可以 不可以直接提交啊 不可以直接提交的 他填写完了以后 他只要负责保存就可以了 他保存完了以后 然后他会告诉我 我告诉他 我说我说你保存完了以后 你告诉我你不要提交 好了 等所有人都告诉我说 他被保存保存完了以后呢 然后我再啊 登陆他们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去一条一条 猪条的去核对 核对他们所做的这些东西 到底是 哦不可以 他们写的东西有没有出现错过 那如果没有出现错误的话呢 我把他那几页全部都答应下来 打完了以后呢 放到他的这个人设导案当中去 然后呢 我来帮他做这个提交的这个动作 那其实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流程 但是当我提交上去了以后呢 就接下来就是等协会那边的那个通知 那一般来讲协会快的话 一个星期其实左右就差不多了 就这边给的30天 其实是最长的时间啊 一般在从业人员这个申请 从业人员比较多的前提条件下 或者是出现这种过节过长节的这种情况下面 才会有这个30天 那至少在我这边的话呢 碰到的最长的也就是两个星期啊 一般一个星期都会出来 如果不出来的话呢 我就会给协会的那个工作人员会给他打电话 然后去催啊 为什么 因为业务团队嘛 他们要这些人能够尽快展业 要不然的话 这人没有办法展业的话 他放在这边 放在业务团队里面 他也是 也也是浪费他的资源 对不对 因为公司还要给他支付这个通知的啊 业务团队希望他能够尽快到外面去展业去 所以呢 我今天 尽量去催 把他们的这个职业资格给他催出来 所以经常我会跟业务团队的这个老大们啊 部门老大们也会这个沟通 他们有时候也会来催我 我说我也没有办法 那么协会我也天天在催啊 所以这个工作的这个流程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呃 第四个呢 从业人员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啊 协会对职业人员自取得职业证书之日 其每两年会讲这个检查一次啊 这个每两年是对职业人员取得职业证书之后 要进行这个检查 取得职业证书的人员连续三年不在机构从业的 注销他的职业证书 然后呢 重新职业的要参加这个协会组织的职业培训 重新申请职业证书啊 所以你要重新职业的话 只要参加协会组织的职业培训就可以 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培训是到现场去 他给你这个做培训 你没那么复杂啊 他会给你分配账号 然后呢 让你去看那个视频 他有一个一个一个个的视频的学习课程 把这些视频学习课程看完了以后呢 然后就会出那个题目 你把这个题目给他答 好像是那个时候分数分值大概在八十分 八十分以上啊 那你就可以合格了 从业人员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后呢 就职业生证书后呢 辞职或者是部位原聘用机构所聘用的 或者因其他的原因和原聘用机构解除劳动合同的 解除劳动合同的 那么原聘用机构应当在上述情形发生后 十日内向协会报告 由协会变更职业这个注册登记 这个注册登记登记的是什么呢 登记的是 你叫什么名字 你现在是在哪个证券公司工作啊 然后呢 呃 你申请的是什么类型的职业证书 你的职业证书的有效期是什么 因为我们所有从业人员啊 所有的从业人员啊 他必须信息是在证券业协会的官方网站上面 是要注册登记的 那是要登记好的 那么呃 你只要把他的身份证输进去 或者把他的名字输进去 你把它点开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照片 这个人所服务过的机构 包括他历史服务过的机构都有啊 所以如果这个人离职的话呢 那么他在后面会这个状态上面 就原来正常状态就可以 可能会写一个正常啊 那如果说他离职的话呢 状态上面就会写一个离职 那如果三年的话呢 那么他的这张职业证书 可能就直接注销掉了就没有啊 所以呢 他只是主要是在证券业协会的官方网站上面 对这个人的对外公布的这些信息啊 上面他会做好一些流行的工作 取得职业证书从业人员变更聘用机构的 新聘用机构在上述情形发生时 那样向协会报告 由协会变更职业这个注册的登记啊 变更就是变更你现在所服务的这个企业 你的证书啊 你的证书还是这个编号 但是你变更完了以后 只是说啊 你原来从A证券公司变成了B证券公司 所以上面显示的信息会出现这个变化啊 所以这个只要10个工作日内 向协会报告就可以了 第五个违反从业人员资格管理相关规定的法律责任 参加资格考试的人员违反考场的规定啊 扰乱考场秩序秩序的两年内是不能参加考试的 这个就看老师了 就看老师 老师觉得你很严重的把你清理出去了 那么就可能会就是不允许再参加考试了 通报到协会这边 那如果只是发生了一些简单的争执 老师说行了 我们不用吵了 你继续考试 那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当然老师呢 他不是协会的人 这老师就是说 比如说我把这个考试的考点设在哪个学校了 那么这个学校呢 他就会去找相应的这些老师 来组织这个这次的这个监考的工作 所以监考人呢 往往是这个学校的一些老师 那每次考试的时候呢 协会的人员都会到考场去巡查 都会去考考场去巡查 所以如果在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你有问题的话 那么被协会的人逮捕 那这个就直接通报了 直接通报完了以后 两年内就不能再参加考试了 被中国证监会依法吊销职业证书 或者违反本民这个办法 被协会注册职业证书的人 在三年内就不受理起职业证书的这个申请 就他会有一个年限 他会有个年限 呃第六个 第六个呢 是证券经济业务营销人员 职业资格管理的有关规定 通过经纪人专项考试 取得证券从业资格的证券公司的员工 经所在机构 可以向这个协会申请这个职业注册 取得证券经济营销职业证书 成为营销人员 那么这个经纪人的专项考试 就是我之前讲的 在2008年的时候 好像是考了两年 还是三年 两三年的样子吧 大概就 08年的时候出的那个过渡性的政策 那本书会比较简单一些 因为原来最基本的就是证券基础 证券交易 这是大家考的最多的 那么原来设的五门是基础 交易基金分析和承销 而营销的这个 也就是经纪人专门专业的 这个考试的那本书 那本书呢 就是基础再加上了这个交易 是基础和交易里面 摘取出来的比较简单的内容 合成的那一本书 然后有一个经纪人的专项的 这样的一个考试 一个过渡期 一个过渡期的一个考试 但是这个专项考试 只是针对就是做客户营销的 他做不了别的事情 那如果说原来你考过的是 那个五本书当中的基础 和这个叫基础和投资分析的 那么或者是基础和基金的 那我们就讲基础和基金 那么你拥有的那张证券的 这个从业资格的证书的话呢 是既可以做一般的证券业务 也可以从事基金的销售 而如果说只考取经纪人 专项考试的话呢 只能做证券的这个营销 那不可以从事证券经纪业务 营销活动以外的 其他的经营业务 这个就不允许了 如果你要做其他的业务的话 那对不起还要去参加那个考试 协会对经纪人自取得证券经纪人证书之日期 每年要检查一次 每年检查一次 经纪人是什么概念呢 经纪人就是 他不属于这个证券公司的员工 他不是被证券公司所这个雇佣的 而是说和证券公司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他是一个合作方 那么经纪人呢 他一般来讲他会和证券公司去约定 在佣金上面的提成比例是多少 那如果说你成为这个经纪人的话呢 那么证券公司是不会每个月给你缴社保 不会每个月给你发工资的 这是不会这么干的啊 因为你们不是雇佣关系啊 那么客户如果在佣金过程当中呢 产生的这个利润和佣金的利润 50%是返给经纪人的 那50% 而一般普通的就是 被证券公司雇佣的这些人员啊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啊 这是证券公司最底层的一些人员 销售人员 那他是签计劳动关系 证券公司每个月会给这些人员 固定的这个工资的啊 会给他固定的这个工资啊 然后给他缴大这个社保 但是如果他开发出来的客户的这个佣金提成 可能是8%啊 10% 14%啊 他会分档次的分档次啊 那所以呢 这个 如果说你手上的客户比较多 他交易的这个佣金量会比较大的话呢 那么做经纪人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 那么他就可以选择去做这个证券经纪的 证券经纪人是独立于证券公司以外的 他的这个服务商啊 服务商 那取得的这个证书要每年检查一次啊 因为他不受证券公司的直接的管理啊 哦 他不像是员工 因为员工我对他是有约束机制的 他们是合作关系 约束机制相对来讲会比较小一些 那所以呢 他的年减是一年年检查一次 如果是前面我们讲的正常的呃 职业证书的话呢 他是两年检查一次啊 所以这个检查的频率千万不要搞错啊 如果你是普通的证券公司的员工的话 取得相应的职业证书的话 那么每两年检查一次 而如果说你是这个经纪人的话 那么需要每一年都检查一次 因为我现在的我的关系啊 还会在一家证券公司做这个经纪人 那像原来 因为我其实有我自己的工作工作单位啊 然后呢 有正常的这个每个月的工资和缴纳社保 在这个基础上面呢 我还会有一个经纪人的一个呃 挂靠的一个公司啊 我也在这个证券行业里面啊 然后呢 也是以经纪人的这个身份 在这个行业里面在做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经纪人去就是相当于去挂靠呢 因为有一个朋友啊 有一个朋友 他在这个证券公司里面 其实是做这个业务老大 那么做业务老大的话 他当然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业绩提成 对吧 那么他的这个业绩提成 如果是给员工的话啊 给到他自己员工的话 他提成比例是10% 但是如果他给到这个呃 经纪人的话 那么经纪人能够拿到50%啊 那所以因为我们关系非常的好 所以就我就说 我说OK 那没问题 我的证数就可以直接用在你的这个公司的这个经纪人当中啊 那所以我就成为这个公司的这个经纪人 所有客户会挂在我的名下 那么一旦产生佣金的话呢 这个佣金的量50%就会比较多一些啊 所以现在很多挂靠经纪人 他其实是有目的的啊 他是有目的的 那当然这种挂靠的话 你得双方关系啊非常的密切啊 非常非常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才可以 否则你随便找一个有职业赠书的人 他把客户挂到你名下以后 万一这个人有一天说 他说我不想做了 要不你就给我多分一点成 要不给我分成的话 我就不干了 好了 客户挂过去以后 他如果你再让客户去转户的话 就会很麻烦 所以呢 这个其实这行业里面还会衍生派生出来 一些其他的目的性的东西 当然这些都是合法的 这些都是合法的 第七个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人员 从业资格的管理有关规定 基金销售人员包括 基金销售机构总部及主要分支机构 负责基金销售业务 部门中从事销售业务的管理的人员 包括了基金业务的这种负责人 这是做基金销售的 主要是做基金销售人员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